還是他本來就是 就是以收藏品度成 所以他沒有要讓你打開的意思 所以就索性把包裝做得更 更 更頑強 看他先破 還是我的指甲先斷呢 敬請期待 指甲變成包裝模 哇 哇賽 我以為他是看板 他其實是透明的耶 超酷的 超爆酷的 各位有看到嗎 是的他是透明的 我剛剛看這個圖片 我還以為他是 他是那個叫什麼 他是拼看板 然後就是在貨車上 然後就是要送去那個 他沒有要給你真的東西的意思 但是這裡面他有一隻真實的 這是什麼藍金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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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 是我們的動物系列 我個人也是超級無敵喜歡這塊 我覺得超級精緻 而且超級無敵特別的 就是一般呢 我們看到就是什麼 小車上的模型 它可能就是 只是一台很單純的車 但是呢 我們在這邊就可以看到 就是活生生的各種動物 然後 還有這種 這超酷 馬車 以及運牛車 然後上面還有恐龍車 超酷的 叮叮叮 不要反光 這樣子 這超酷的 我先從數字小的開始拆起好了 嗯 嗯 很久耶 那 首先我先拆這個 30 超酷 哇賽 上面那個也是很酷耶 它上面還有一個殺的地方 然後上面的恐龍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上面的恐龍 各位有看到嗎 超級無敵 它射的整個也就是說 很酷 然後它整體的重量就是還蠻重的 就是其實啊我覺得不管是玩扭蛋 或是玩就是那種小型的模型 然後玩具那類的 我都非常在意它的重量 因為我覺得如果是清新的 那就很有那種嗦嘎感 就是這種就是 情緒 質感 然後這一款的 這一款的恐龍身它是不能拆的 然後我當時啊有看了那個阿伯 推薦我的一整組的那種 一整組恐龍的車車 然後它的那個綠色的這一款 它是把我號稱就是這一款恐龍啊 它其實是有綠色版本的 可是我看那個綠色的那一隻的頭 好像是割一半 我就先覺得天啊 我不可能要那種東西 請你把那隻賣給我吧 求你了阿伯 然後他就說好吧 看在你年輕了 你是蠻有志氣的嘛 就賣給我了 那我真的覺得超級酷 而且它背後的色澤 我知道 它的那個手機的那個光 可能沒有那種明顯 但是我覺得它背後的色澤超級酷 然後看一下 差不多是這個顏色 深深的 然後它的分裂的那個紋啊 就是也是非常明顯 加上它的那個叫什麼 它的紋路啊 從健身到健全 我都覺得還蠻精細的 分享給大家 這一款是30號 30號的恐龍車車 超酷的 我要自己收槍 然後呢 接下來 第二個數據大的呢 我來開 69 69各位知道是什麼車嗎 69是鯊魚運載車 海參館 就是運送的車子 我個人覺得超酷 但這個沒有像剛剛的恐龍一樣 就是那麼的 就是活生生的一個動物在你面前 但是我覺得它 就是一個比較像是看板的感覺 但是我也覺得蠻有收窮價值的 很難開喔 我覺得 不過我覺得這樣是對的 就是 就是 我這種平常留在剪指甲的人就是 會打不開 還是它本來就是 就是以收藏品度成 所以它沒有讓你打開的意思 所以就鎖性把包裝做的 更 更 更 頑強 看它先破 還是我的指甲先斷呢 敬請期待 來 指甲VS高裝模 哇 各位請看 開箱中 請稍後 玩了開箱 有點破的感覺 哇賽 我以為它是看板 那它其實是透明的耶 它是透明的耶 超酷的 超爆酷的 各位有看到嗎 這個 它是透明的耶 我剛剛 看這個圖片 我還以為它是 它是 那個叫什麼 它是 就是 看板 然後就是 在貨車上 然後就是要送去那個 它沒有要給你真的東西的意思 但是 這裡面 它有一隻真實的 這是什麼啊 藍金嗎 鯨魚類的好像 因為它的頭是扁平的 這超級紫的 它是很有立體感 跟 哇賽 超爆酷的 真的超爆酷 超級爆酷 而且它 它 各位有看到嗎 它是有立體感的 然後 也沒有空間感的 然後 整個重量也是蠻重的 我 還蠻喜歡這隻耶 只是 有點可惜 因為它沒有做出那個水的感覺 它如果裡面可以再放一些什麼 咕嚕咕嚕的那種水 我覺得還蠻酷的 好 那這一隻就到這邊 我個人是 跟剛剛那隻恐龍比 我覺得不想上下 並駕齒吃 那我這邊介紹下一款 139 運牛車 超酷的 這上面總共有1 2 3 4 4隻牛 9號 然後它是運牛車 各位有看到嗎 超酷的 好 現在就開箱 加觸運班車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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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它第一 它是分兩代 它第一代是 四頭牛 登登登登 然後接下來它的車 我們先看它的車 哦 超到 超暴停止 而且很重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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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巨頭車 來 我來研究一下如何把這個東西裝進去 可以打開耶 超酷的 是可以這樣子 好酷喔 對 是可以合上去 然後又打開 這個好像是 其實只能就是硬生的打開 不是翻起來的那一種 所以這邊也是要讓大家稍微注意一點 然後我現在就要 試著把 欸 其實是一 哇 它是黑白 黑跟白各四隻耶 我還以為是各兩隻 剛剛的那個圖片其實 讓我有點誤會了 它的牛的本身 它是有帶那個 那個乳房跟那個乳頭的耶 好酷喔 就是一般人可能做牛它就不會做到那麼尖細 如果是這種物中物 玩具中的玩具它可能就 會稍微顯得比較簡便一些 但是這個 我還是有看出它的精細度 好酷喔 然後呢 你把它組裝起來一起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蓋起來 然後它就其實還蠻穩的 就是怎樣都不會掉出來 然後它 它就是其實你在滑動的時候 它就會 它是可以被送出來了 好酷喔 有逃車了 都是可以的啦 其實 好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蓋起來 先上走 好酷 然後 我覺得小孩跟大人應該都會蠻喜歡這一台的 小孩就可以享受就是 上面有牛 然後把牛載到一個地方 然後把它放下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超可愛的 然後大人的話 你就可以享受它整體的精細度 不管是從下面到上面 或者是從車頭到車位 我覺得都是 質量有就是把關注 好 然後這邊把它收起來 然後這個 139號就分享到這邊 接下來呢 是 其實馬車我覺得不用開 因為它整體的構造就是 差不多是這樣子 然後 這個馬車就 差不多是 就 大家自己想像囉 然後馬車的話 它的樣子 跟它的內容 也是其實 就跟剛剛的牛車 其實不相上下 這邊是豬豬車 其實豬豬車跟牛車 跟馬車的差別 其實它沒有那個棚蓋 所以它的豬的本身 其實也是蠻酷的 然後 就是有兩隻 黑豬跟兩隻 山豬 就是比較偏咖啡色的 嗯 那這邊就跟大家 就 不再打開跟大家介紹了 但是我覺得 還是蠻推薦大家買 還是大家想要看我介紹 很可憐 就是 感谢观看